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准时的收听 收看我们的发现农民里 我是安傲 那阿儿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 好好的认识一下 台湾的米食文化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本丸饭团 那有一系列的嘉年华活动 要推荐给大家 除此之外也让大家看到 哇 吃米不是不知道米家 吃米是不知道可以千变万化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 好好来分享一下米的世界 欢迎来到米国 来到我们这一国 好 今天我们要请到最爱好朋友 也是在我身边 这是农粮署粮食产业组的组长 我们欢迎林传奇林组长 组长好 阿儿姐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给我叫姐 我是要站住还是站不住 阿儿妹好 你这名字取名叫传奇 那就传奇了 当然啦 我这名字是有典故的 什么典故 我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爷爷取的 阿公啊 那传奇呢 传是传下来的意思 对 奇是一个美丽的玉石 是 那就要说呢 要替我们林家把这个美丽的玉石 一直传承下去 了不起勒 而且这个名字好记 大家会想到到廖天丁 廖天丁 这时的娘娘已经背起在家里 没有人问到说 是怎样做长你刚才在说 你当要团出来是这个玉石 这个玉 也不过你背着你的阿公 现在团出来 竟然说到这个米 这你就不了解了 米其实也是一种玉石的意思 真的假的 我们在所有的我们的牛室里面 米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一种作物 我们都要磕米 我们会有什么生化 所以米就是玉石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像我们阿公所交代的 要做的工作 其实是都同样的 我现在想到这里问问阿母 那月娥是怎样 就像月里嫦娥 你还怪 这样就很美丽啊 这样就很美丽啊 然后没关系 米让你去做 漂亮 这种事情留给我就好了 我就来当美女就好了 你也要讹我的帅哥啊 来 帅哥 在今天说 我们说很多 我们台湾的这米饰文化之前 说要来贡献一个笑话 他又问我说 阿母 笑话你要听回答还是答 我说 如果是你这家伙人 圆导阿桑要说的 我一定要听回答 他说 这样就破梗了 我们是不是先来说一个答 我没关系 你如果没有介意 你先说一个答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先来说两个笑话 嗯 有一天啊 我们这个米饭 去煮到包子 米去煮到包子 米煮到包子 但是我们这个米看到包子 就很不舒服 不舒服 一言不合 米饭就要打包子 米就要放包子 对对对 米就要打包子 因为我们的米 我们的饭 饭都是里面有很多米 对对对 历历皆辛苦 人多势众 所以只要看到包起来的东西 他就要打包子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呢 就做成什么效果 什么效果 廖店店要出来了吗 廖店店 非言走拼 出来欢迎说包子去我们打得很惨 不听包子 受到这个这个 这个围困 这个包子啦 肉包啦 菜包啦 小笼包啦 煎饺啦 水饺 锅贴 只要包起来 中扒 我去把这个米饭打得 默默默默 哇嘞 这个时候 嗯 这个那个 红枯的出来 红枯的 其实不是红枯的啦 哈哈哈哈 这个饭丸 饭丸出来哦 这个饭丸呢 嗯 我们的饭丸 一般都有包海苔嘛 对对 就像这个 我们这里有 都包海苔 对有像包海苔的 我们这饭丸 它整个饭丸都将到海苔包起来 嗯 包起来 它就快跳出来 跳出来 把那些海苔的衣服 就把它捞掉 就把这个饭丸 看得清楚 兄弟啊 我是卧底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这个 卧底饭丸的故事 隔壁人啊哦 这是我已经是蒂熙了 你的米粒 打到的肉包子打狗 打到人家都受伤 糟了了 但是我这个饭丸呢 海苔脱掉以后 哎呦我是米真正的身份 我是卧底啦 猪鼻猪鼻来讲到 其实我们要推断 我们的米食文化 我感觉非常重要 坦白说 我们的米净料很好 真的是非常好 你去真的全球找找看 没有像我们这么好吃的米 可是我觉得文化 在受到西方的影响 慢慢在改变当中 那甚至还有人说 啊你在煎肥 不可以吃淀粉 不可以吃米 我跟你说 你听到的都是 要饮食上面极大的迷思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 来感受一下米食文化 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 所以推广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么样来推广呢 米食推广 我们两小孩讲完 我们还是要严肃的 回归到我们的主题 主题来了 其实農料书这几年 给上米食推广 我们有策略性 我们一步一步来 其实我们第一步 是要做的是 要复兴传统的国民美食 复兴传统国民美食 就是米 我们有很多 很好的传统国民的米食 但是我们因为 这个现代生活 大家都过得很忙碌 慢慢的就把这些 好吃的东西就忘记了 是 大家是想到一些素食啊 想到很多的面食啊 忘了这些用米做的产品 那所以农粮署这几年 大概我们107年 先办了一个 碗粿的比赛 把碗粿的产品可以量化 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得到 那接下来 我们也考虑到 碗粿呢 它是用再来米做的 是 那我们的在来米 其实在我们国内生产量比较少 那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所谓借的红莱米 嗯嗯嗯 所以为了要刷红莱米 我们再次来 连算三当 来 呃 办理这个 插饭的比赛 嗯嗯嗯嗯 插饭的比赛之后 再次来 三当办之后 我们要求心求病 嗯 要兼顾我们的呃 传统的国民的秘识 我们今年才会推出一系列的饭团的活动 哦好 啊活动进行了这么多 嘿 碗粿人说真正的 大家问碗粿 大家都好吃 你敢有什么推荐呢 我不知道 那个阿娥妹 有去把头淡疼吗 我是都没吃啦 淡疼我就问你了 我是淡疼我的人 哈哈 不是碗粿啦 哦哦哦 我本身我就是淡疼人 哎呀 人我也担他 啊因为 我担他淡疼人 真的吗 在台南队 我妈妈是那个什么 新娘 新娘 嗯 哦 像我刚才在隔壁的隔壁 我新化 新化 啊 那你化贏了 哈哈哈哈 都有一个心 啊碗粿吼 我们台南都知道 台南碗粿很好吃 嗯 啊 也因为 我本身在台南不吃碗粿吃这个了 我現在想到,我買對來吃碗粿 不才買對吃 我就做這碗粿來辦做比賽 辦做比賽後,他整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說 藉由這樣子的競賽 讓原本在做碗粿的這些店家 實質上可以幫助他的營收 第二個是,我們的比賽大概都不會是說 辦完比賽,這個煙火放一放就沒了 我們把它真正的量產 量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碗粿 講到碗粿 因為大家說,如果去台南一定要吃碗粿 說真的,你如果沒有Google一個 你如果沒有探討一個來行的 你就不知道你吃到中間還是中間 比賽我們就是怎樣 比賽一定是冠軍的最厲害 碗粿是用怎麼做 它是用米去做 用材來米去做 然後呢,就要一點工序 有些工法 我不會想 所以我就開始買比較快 我也不會想 我真開心,你也不會想 但是我真會吃 我不會想做碗粿 但是我真會吃 米炮後做出來的碗粿 它那個過程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這麼簡單 竟然是要做比賽 其實他還要把很多的料 把它放在裡面 每一個人的料放得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以前的碗粿是這樣 都有媽媽的味道 媽媽會用什麼樣的料 那就是你們家的不一樣的味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在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有很多的比賽當中 都是把一些各自拿手的料 都把它放在裡面 做成很好吃的碗粿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其實辦碗粿的比賽 我就發現說 我們台灣國地的碗粿 其實都有特別的口味的差別 我們這個碗粿 還參與當地這些有特色的農產品去做結合 是 我們要做出碗粿 是創意 還有兼具美味 有創意還兼具美味 我們這個碗粿 冬年比賽之後 我們就在家當 我們就把這些產品量化生產 是 鋪到當時是全家便利商店 那也鋪到全聯 鋪到愛買這些比較大型的通路去 那消費者就比較容易去買到這樣子的冠軍碗粿 不用真的到店家去吃 那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後來 據我的了解 便利商店有發現說 這碗粿產品是賣得還不錯 也很受消費者的歡迎 所以他們自己發展成常態型的商品 一直持續在販售 OK 其實碗粿製作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有一些 要把 因為是米去做 還要把它煮 你看到我們有專業的人員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就教你怎麼去做它 然後料要擺好 每個料放在碗裡面 一定要有一碗碗就對了 你看這有肉絲 還有滷軟 還有還有放香菇 整個都香了 然後再把我們碗粿的米灌進去 蒸好 就是像這樣看得到的碗粿 碗粿是要吃的時候 一定要拿一個湯匙 從旁邊這樣 倒出來 醬汁再給它淋上去 就真的是一碗第一名 你看我這個碗粿 稍微把它切開看 你這樣落影落現的看到裡面的內容 就覺得阿嬤 阿嬤 沒關係各位 我給你看到這個冠軍 大家得到的這個獎項 現場排出來的時候 你才發現說 碗粿有一天 我們認為的一般平民美食 青菜隔壁就有在賣 青菜就有在吃 沒有 今天我們可以把它更精緻化 而且是透過比賽 讓大家都來參與 成為第一碗的碗粿 剛才呢 組長也告訴我們 現在包括全家 全聯 都有在量販這麼好吃的碗粿 那就是第一名拿出來賣就對了 那當然第一名是富山碗粿 富山碗粿 我們俗灣的了解 這個店家其實之後 其實他本來就賣得很好 是 然後在當年比賽之後呢 他是 整個市都是限量販售 然後一直都賣得很好 是 那這也實質幫助到 我們的店家的收益 他不常覺得你給我找麻煩 我就一半應該要翻過去了 可是我覺得碗粿自然有一種使命感 對 他這種使命感就是 這種平民美食 不用多錢 但是那個手樓做得好 我們的美食後好 那個碗粿吃起來真的就是不一樣 你如果一大天像我北部住這麼久 我如果要吃碗粿 我真的要坐一個高鐵 都去台南吃一碗碗粿 我也容易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當初跟比賽的東西 量產我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我們不可以讓消費者說 我一定要去中間中間的地方 一定要去這間店去吃這個產品 我們把它量產 然後鋪到各大通路去 我們民眾就比較容易接受到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對 好 這是其中一個碗粿 那我們在推廣米食文化 其實我們兩署這是一個開始 結果想不到說 大家歡迎非常非常之好 就讓我們的這個 包括我們的古米 白米 你看到這個米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你平常你不知道怎麼去應用它 你只能煮飯而已 除了煮飯以外 可以吃 對 我也可以吃 但是你看到第一名的碗粿 你看到照片你都會覺得說 我跟著想要流口水了 第一碗的碗粿 那你可以在通路裡面 你就可以買得到 你不一定要花很大的路程 跑到當地 去坐在那邊吃那一碗 可是你這一碗在家裡面呢 自己吹一碗 就可以來吃 其實碗粿我當時吃冷冷的也很好吃 冷冷吃也很好 真的很Q的 說到要流口水了 好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再來 我們要來講的 不是碗粿 還有炒飯 我跟昨天說要炒飯 真的是還要再講個冷笑話嗎 才要炒飯嗎 沒有 我們這個冷笑話因為比較長 比較長 我放在後面再講 我炒飯講完再講這冷笑話 不然我們先來炒飯 炒飯 其實是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屬心 你沒有人說出來 我們不要跟別人說 我們就放上讓大家聽到 這炒飯 因為我個人非常非常愛吃炒飯 我因為家裡在台南 我每一邊放到回家裡的時候 一定要吃我阿母所炒的炒飯 這炒飯其實很簡單 就是普通的蛋炒飯 都放過蔥 放香 但是我一次自己去吃炒飯 都怎麼吃 就沒有我阿娘煮炒的炒飯 很香很好吃 沒有他沒有事 你既然說到這裡 你不把你們阿娘介紹給我 我也想要吃這個你們阿娘的炒飯 拿手菜 炒飯炒菜 炒飯炒菜還炒一點醬油下去 那香氣就 瞬間就 滿屋子都是芳香 特洞香 特洞香 標準 所以我就要辦炒飯的比賽 喔 啊辦炒飯的比賽 喔 我們其實連鎖辦三檔 唉唷三檔 我們第一檔的炒飯 喔 我們 當然 他也是一樣 你比賽後我們這個冠軍的產品 也是要讓我們的 台多數我們的 消費者都可以買到 是 所以我們第一檔是 把冠軍的產品 去做 冷凍的 這個調理包的形式 嗯嗯嗯嗯 讓我們的消費者買回來 可以燉起來 方便 方便 就是要吃就可以 對 第二檔喔 其實我有兩個組別啦 我們的比賽都有兩組 一組是比較經典的 經典美味 一組比較強調創意 嗯嗯嗯 要時尚 啊第一檔喔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喔 為什麼這個 創意時尚的這個部分 就沒有三民化 嗯 因為我們第一檔比賽的時候 我們比較沒有經驗 嗯嗯 我們的參賽者也比較沒有經驗 是 所以 那個比賽現場 你看你真的是會怕 比賽會怕 會緊張啦 會緊張啦 什麼 龍蝦啦 鮑魚啦 都會拿來比賽 但是這種的三民 我後來沒辦法量餐 哇 你這個食材用太好啦 食材用太好啊 如果我如果沒炒 就一顆兩顆就好啊 超香的 對不對 是啊是啊 食材好是很好啦 但是你如果想說 後面量餐 還有海鮮的東西 你如果要把口感最好 在第一時間冷凍之後 吃到一樣 味道不流失 但是喔 比較有可能喔 對啊 所以我們第二階的時候喔 我們就需要調整 我們的賽事去 做一些漢堡 你不能說用了太澎湃 澎湃 澎湃沒辦法量餐買 我們第二階 所以我們第三階的時候喔 我們就把我們的商品 除了原本兩棟 兩廠 以外 還有我們現在 一般外送平台 去做合作 也參加實體的店家去合作 我們冠軍的 炒飯的商品 套過這些外送平台 套過這些實體店面 可以介紹我們的消費者 這樣喔 來你看這些炒飯的商品 你就知道說炒飯這樣的事情 手腕一定要有利 然後我以前在炒飯的時候 那個甩鍋喔 真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甩不起來 但是看別人在甩的時候 要粒粒皆清楚喔 每一個飯粒都要這樣子 給它那個蛋起來 把它包裹起來 這要技術啦 這要技術 我看阿娥妹 你應該是沒辦法啦 你不要瞧不起我 我花鈔票來買那個冠軍炒飯 我還是買得起的 這樣當然是OK的 我只要用我的鍋子再熱一下 我拿上來 你是分不出來 是不是我炒的 真的嗎 我相信你分不出來 我其實真的有時候做到這樣 不要懷疑炒飯 這是平民美食喔 但是炒飯可以炒到第一名 那就更厲害了喔 這是第一名 推出的時候 是不是給大家 大家覺得相當的經驗 對於炒飯的印象 當然啊 因為我們在炒飯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去現場 去看它炒起來 那個氣勢 那個炒飯 甩鍋 但是實際上 我們 為了我們參加的便利商店合作 我們第一次是我們參全家 我們第二次第三次是參 7-11合作 是 他們透過他們的技術 還有 當然 冬軍的炒飯 他們的店家 也要跟他們的撇步 是 這樣把他們的這個 口味 氣味 可以 很忠實的呈現在量產的產品裡面 都有相關的合作 是 把這個炒飯 量產之後 泡去通路之後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去買一包來吃看看 哎唷 你好 我們第三次 塔香松阪麻油豬炒飯 塔香松阪麻油豬炒飯 但我相信我只有一張 綠色那個嗎 塔香松阪 塔香松阪 松阪我覺得炒炒飯是很好 還不錯 而且還有麻油味 麻油 哎唷 塔香喔 哎唷 九層塔 口水是不是要流出來 來來就是這個 你看那個肉就知道 這個就是塔香 松阪 還有 還有這是九層塔嗎 對不對 喔 非常非常好吃 好這幾個食材我記下來 我自己來炒 如果炒失敗了 我就去買比較快 因為可以買得到對不對 我看你還是去買就好了 哈哈哈 你瞧不起我 那我就決定 讓你瞧不起 我就來去買了 OK好 這個炒飯其實我們透過圖片來看到 有台灣的炒飯王 還有幾個 其實各位 你看到這個炒飯王 現在已經是我們創意巨星 超級組合了 這個已經有亮獸對不對 對 就買得到啊 這是我微波姐就可以吃你 當然啊 我們炒飯的產品 其實有兩檔 還有兩腸 兩腸 不管兩檔還有兩腸 好 其實你都買回來後 你就簡單的翻炒 是 簡單的稍微 小火翻炒就好了 微波一下 它其實就可以很忠實的 呈現原本的美味 哇 哪些人完成了這麼不可能的任務 這是我們第三屆的炒飯丸 炒飯王 我說不清 飯糰一直要走出來 來 其實我們這個炒飯 在這個時候 撒出來還有一個特別的含義 什麼含義 這兩年其實我們的疫情 其實是相對是 國內上控制得很好 對 但是有一陣 有一陣子其實是出去做外食 是比較不容易的 有些餐廳都受到蠻大的影響 那我們當時就覺得說 藉由這樣子的冷藏的這些商品 那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國人 買回去燉的 你不用處理多餐廳 人家的人 怕疫情的 把你感染到 隨時準備著 要吃就有 方便 對 好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是我們第三屆的炒飯王頒獎典禮 這兩個冠軍 是 是嗎 我們蔡激芳老師 還有我們的署長 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加入我們 這張要來看一下 因為這些第一名這些冠軍 這些最好吃的炒飯 許多的通路都可以看得到 對 哪些通路 便利商店都有啊 我們7-11 全身有六七千斤 都有 所以其實很方便 是 我們比較大的這些賣場 像家樂福 愛買 大概都可以買到這些產品 是 這產品當我們買到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喔那很好 我們都可以吃到很好的這些炒飯啊 碗粿啊 可是各位 我今天講的炒飯 講了碗粿 到現在我的主角還沒有登場 是 主角即將要登入我們的現場 那就是我眼前的這一些各位 我很感動耶 我以為今天這是我們可以在 這個店家可以買得到 聽說不是 是我們的科長親手做的 是的 飯糰 但是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你 我知道不是你啦 你就說我炒飯炒不出來啊 我也相信你飯糰做不出來 我們的科長叫做宋宏儀 一些那個 很高主價的家庭主婦 還有10片的專家 唉唷 所以做成本我做的色香味 唉唷 來 我這個是最簡單的 脫掉了那個海苔之後 就是來自己人 不要拿米來打我 然後我們再看他下面這個 他很厲害耶 他把它做的真的是一個一個 欸 他這造型耶 Hello Kitty 是啊 蛤 這小朋友看的就是愛不釋手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另外這個也是 唉唷小企鵝呢 我的媽呀 唉唷你看得出來喔 唉唷 那麼明顯 啊不勒 啊不勒 剛才我們還在開玩笑講說 柯長 組長在說 孩子如果不愛吃什麼飯 你就把包包放在飯糰裡面 你不要給我騙 我剛才問我很定位 說三色豆你們喜不喜歡吃 現場兩個年輕人就說他們不喜歡吃 你剛才這樣問不對 你一天問你三色豆要不要吃 你就不要告訴他 就把他包在飯糰裡面 他們就吃掉了 就吃掉了 就吃掉了 假如跟你說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是哪裡買的 飯糰其實原來的本意正經是這樣 就是家人可能穿一些 一些創的菜 大家都求實 也勤儉持家 米飯隨時都有 所以米卡在那裡 都在社會 大家就把創的菜東西都把它包包起來 就做一個飯完 如果去做餐做農物 就帶著走這樣子 後來慢慢的 我小時候的飯糰我好愛吃喔 裡面的油條 還有裡面的菜薄味 還有加一些肉鬆 甚至後來還有人包肉粥 肉粥 現在有的蟹媽媽 油媽媽 羊媽媽 還有裡面還有炒過的蛋 然後也是包在裡面喔 肉粥 肉粥 那一粒飯我吃了 肉粥到中間 我們不能拿雞肉粥嗎 不能 很要的 很要的 我們就自己分一分 感謝科長幫我們準備了這麼好的飯糰 來我們來看一下 飯糰其實辦了已經很多的活動 在活動當中我們還請了主廚來教大家 怎麼樣做飯糰 可是你印象說飯糰 不就把飯跟料給它包起來就好 沒那麼簡單 我們還要帶著孩子來體驗一下 一方面就認識我們的米食文化 飯糰的DIY很美味 就是你自己做的 還有國產米的飯糰特別特別的好吃 讓孩子從小認識我們的米食文化 那其實這個米食文化 跟日本已經有稍微融合在一起了 比如說剛剛請你做Sushi 但是我們還可以有很多的創意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這是蝦仁甜豆飯糰 你看甜豆也是三色蛋 那個三色豆混進來的其中一豆 蝦仁甜豆飯糰本身我有做 你有做 這是我們農業宿辦一個 國產手作飯糰的課程的講座 我有到現場去跟我們所有的婆婆媽媽 一起親手做這個飯糰 那你有講冷笑話給他們聽嗎 有啊 好可以講冷笑話 他們很開心 講真的 我覺得冷這個字 放在米身上是非常正確的 米食 有的人會說 吃你的胖胖怎麼 我跟你說 你吃冷飯是好的 這個我就要稍微鋪陳一下 對鋪陳一下 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做飯糰 為什麼要做飯糰 我抱歉啊 心笑我也抱歉啊 心笑我也抱歉啊 好不然你先說 哈哈哈哈 我心笑 有一天 有一天 我的line 裡面有一則訊息跑出來 什麼 問說 我要先講 我們這個line的這個群組裡面的成員 都是很多的 老前輩老長官 先拜 那我們會定期 會聚會 嗯 然後大家分享一下 國家 社會 家庭 八卦 你哪八卦 有啦 然後這天這個line的這個訊息 一跳出來的時候 我就決定了 嗯 我今天要辦飯糰 為什麼 不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群組就叫飯糰 就是為了吃飯 吃飯糰 哈哈哈 你們是想要各自去吃好料的吃飯糰 後來發現說 喔真的大家團結在一起 啊不然我們來做飯糰啊 沒有啦 其實飯糰 因為第一個啦 它真的是很多樣 沒錯 然後是我們從小吃到大的 是 很好吃的料理 嗯嗯 那不管是傳統的早餐店是那種 長長橢圓形的那種飯糰 剛剛講的 包的油條啊 包的這些 菜脯啊 嫩啊 嫩啊 這種的 或者現在很多的便利商店 很多的實體的店家 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飯糰 嗯 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課長做的 這個很棒 這個媽媽的 喔可愛喔 飯糰本身 它就是具有這樣子的多樣化 是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國產米非常的優質好吃 嗯 我們去日本比賽也是一樣 正經的 真的 所以我們這買好米 嗯 啊你 簡單煮一下 嗯 你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飯糰 利用現有的食材都很簡便 嗯 啊最好 剛才說的冷笑話 冷笑話來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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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我們的飯糰 熱的吃冷的吃都好吃 都好吃 那當然因為你冷的飯糰喔 在它的這些慢速消化澱粉 抗性澱粉 它其實都會發揮一些功能 是 它可以讓你比較有飽足感 嗯 你不會亂吃就不會大塊 嗯 啊你 呃吃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當然是我們辦飯糰的幾個主要的目的啦 來啦我還有一些手板啦 就講到吃米的那個好處啦喔 大家只聽沒有字幕喔 搞不好沒有給我聽清楚 各位 吃飯的好處是很多的 因為呢 它很溫和 不含小麥麵筋 適合各個年齡層來吃 溫和喔 溫和這件事情其實它不只不含小麥麵筋 我們現在國人很多可能會有過敏 這是講小麥麵筋 真的耶 那小麥麵筋可能一般人常聽到的可能是膚質 膚質 有的人是沒辦法吃膚質 是一樣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 我們米飯的東西它是不需要精緻加工的 是 農作產品 換句話說它的營養的損耗會少 對 所以它是相對是比較溫和的一個主食 這是第一個溫和的部分 是 好消化 好消化 米的消化吸收率 跟蛋白質的利用率是很高的 對 所以它可以提供我們很多這些很好的胺基酸 是 那在我們的這個消化的部分呢 就會讓你很好消化 是 很好吸收 吸收 好滿足 因為就剛剛組長講的嘛 有飽足感嘛 優於其他的一些麵食製品 真的你有時候只吃個麵食齁 你會覺得一時就腰 一時就腰 一不動腰你知道嗎 你還要繼續吃 有的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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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吃越多 當然你會胖 對 還有好養生的 精湯現在我過一個 來 手指頭摘摳一下 人物的精湯也很漂亮 人物也很漂亮 來來來 吸油率高 低啦 吸油率低啦 吃飯配菜 真的 現在小孩都不是在吃飯配菜 都是吃菜配飯 他其實應該要反過來 你無心中也會吃到很多的油脂 所以對健康是相對不好 我們如果能夠回到以前 我們就吃飯配菜 均衡飲食相對是更健康更養生 了解各位 這個不是政令宣導 這是真的告訴你 這樣吃米飯比較好 那真的不要去誤會說 米好像吃起來就很容易胖 其實這根本就是錯誤的訊息 因為根據專家的研究 很多人說 我就不敢吃米啦 吃米會胖 來我們送你給你看一下 來組長解說一下 用結果告訴你跟你想的不一樣 這是這幾年來 我們吃米 一年一個人吃多少量 紅色的線 下降 我這幾天來看其實是下降 但是我們的肥胖膳型率 藍色的這個 我們這裡說的肥胖膳型率 這個柱狀的這個 也一樣 它是逐年增加 這個苦水 像我們吃米的這個所容 剛才 電腦病 所以你跟我說 你因為吃飯啦 你做生理會比較胖 其實這不一定是政客的 是 還記得剛才我們吃米的好處 跟我們聽到朋友說 都總是五次 我們鼓勵所有的消費者 所有的人民 多吃飯 然後均衡飲食 然後把這些好的這些 國內的農產品這些配菜 通常加到裡面 你會更健康更養生 是 是 大家有時候有一個迷思 譬如說 我有朋友在減肥的時候說 我就有什麼168 我就有什麼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澱粉 米食什麼都不能吃 結果我告訴你 年輕的小姐 過度減肥 都沒有吃米飯 竟然大把大把的掉頭髮 你不要小看這些 也許你吃個幾口都沒事 你完全拒絕 完全都沒有吃米飯 不是好事喔 表示你的營養均衡 營養均衡 其實會缺一塊喔 會叫咳咳 我這笑話也很冷喔 還好啦 會掉一塊喔 會叫咳咳 我只是沒有笑而已啦 好我們有這個飯糰 有很多的活動 也是一系列的 要推出給大家 包括在華山文創 也辦了很多很多的活動 這組長是不是要來 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的飯糰真的是 團結在一起的 我們的飯糰系列活動 其實後續 除了剛剛提到這些課程 講說之外 還有兩個大的主題 一個是在11月的26號 跟27號的兩天 我們會在華山的文創 產業園區辦理飯糰嘉年華活動 這個活動 從每天的中午12點 一直到傍晚6點 非常鼓勵 非常推薦我們的大小朋友 一定要到現場去 那這兩天的活動呢 我們安排了很多的這些表演活動之外 也有音樂派對 也有魔術 那也有我們的小朋友非常喜歡的這些 又有大明星 都會到現場 來跟大家同歡 那還會有珊珊姐姐到現場 教我們的小朋友去做飯糰 那也講飯糰的故事 然後講飯糰的冷笑話 那這兩天務必記得 11月26號跟27號 兩天在華山的文創產業園區 我們辦了這樣的活動 第二天的下午 我們有另外一個叫做親子飯糰的擂台賽 我們去年農業廚辦了一個 電鍋料理的比賽 也是以親子為主題 就是爸爸或者媽媽 或者是爺爺奶奶都可以 帶著小朋友一起去做電鍋料理 電鍋料理其實也是一個很簡單 在家裡面就可以操作的一個料理 你只要把一些食材丟到飯鍋裡面去 一組就是很好吃的 炊飯、鮭魚飯、高麗菜飯等等都可以 那延續這樣子的活動 讓我們的米食推廣深入家庭 我們今年也辦了這樣子的飯糰的親子擂台賽 那競爭非常激烈 當天已經有15隊經過前面的 所有的米都跑出來打包子饅頭了 啪啪啪啪 競爭非常激烈 我發現這個阿爾妹這個記憶力真的很好 真的馬上就衝出來了 所以我的第二個冷笑話一直不敢講 我看你可能也沒時間講了 我剩五分鐘 快點快點快點 你要講嗎 可能沒時間 沒時間好 沒關係 很重要的資訊 讓我們的消費者知道 比較重要的 對阿你趕快說重點 因為你這東西這麼多 我看到你這好心動 我還有一個比賽還沒說 也是飯糰系列活動 在那10月26、27兩天的親子為主題的活動之外 我們也辦了跟之前的碗粿跟炒飯一樣的職人的這種專業級的比賽活動 那我們也希望挖掘各地的特色的飯糰的商品 一連串的在11月上旬 我們北中南東會辦理區域賽 那之後我們在12月會辦理全國賽 一樣會把這個飯糰最後讓它走入商品化 那這個目的它其實有三個好處 一個是讓這些做飯糰的店家 可以照顧當地就近的民眾可以買到的飯糰 他們收益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是我們一樣把它商品化之後 我們的一般的國人容易買得到 第三個是話題行銷 是 創作這個外地 我們一處人 我們就大家認真來做飯糰 飯糰吃飯 對你絕對有好不賣 你看我現場已經包圍起來 我的米人多是重 整個都把你包起來了 我團結在一起 我也是臥底 你也是臥底 你脫起來我看看你是不是臥底 臥底 要脫掉那個海苔才叫做臥底 來趕快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因為我慢慢要走向米食的精緻化產品 那所謂的精緻化產品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碗粿 炒飯 還有我們的飯糰之外 哇 我很驚訝 欸 組長我時間不夠了 快快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是台灣米夾心餅 台灣米做成夾心餅 然後再來這個呢 是我們的什麼 米穀粉 米穀粉 我們新型代的米製產品 它都有從米穀粉出發 用米穀粉去做 那米穀粉就可以去做成主食類的這些 米麵條米泡麵做成餅乾啊 米麵包啊蛋糕 甚至做成伴手禮 是 銅鑼燒 然後這些鳳梨酥等等 通通都ok 市場上也都買得到 是 連冰淇淋布丁都有 所以我覺得最好用的是這個米穀粉 你如果喜歡手做的話 這個米穀粉你可以多加運用 它可以做好多好多 你以為只有麵粉可以做的東西 米穀粉我真的用過 超好用 真的喔 真的很好用 我今天還有一個沒有帶來 吊你一下胃口 你為什麼要私藏一些東西呢 就是鬆餅粉 什麼粉 鬆餅粉 鬆餅 米做的鬆餅粉 好愛喔 鬆餅粉 超好吃 你要笑的時候 然後就弄杯咖啡 就不成績跟人家說超好吃 沒辦法來給我們看 總是要掉一下胃口 總是要掉一下胃口 哇好這個還有米麗星球 這個是什麼 香蕉牛奶 香蕉牛奶 這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歡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也是 純米小泡芙 這都是百分之百米穀粉做的 就一樣 一樣要吃絲燒 沒人吃米 米去做的產品有這麼多 也希望說帶有這些產品 我們讓更多朋友可以看到米食文化 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多多的發揚光大 好喔時間的關係非常謝謝 今天我們的組長來到節目當中 不管是飯糰炒飯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碗粿這些 還有這麼多精緻的東西 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來享用一下 謝謝組長 謝謝阿兒妹 拜拜 謝謝我們的聽眾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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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